自从2014年,王菲与谢霆峰事迹大复合后,此后两个人的感情动向,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 两人经历了20年感情的兜转转后,格外低调鲜少同框,但每次外拍到都是铁蜜同行,感情稳定的两人,更与次传婚讯。 而经历过婚姻失败,人生陷落的两人显然看淡很多,比起一时婚约的重落,更向往自由又舒适的相处日常。 而前不久,王菲五十大寿,身为男友的谢霆峰事缺习惹的议论纷纷,关于两人感情破裂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。 起额后,蓝包大于原创,尽是抄袭翻译,不过短短数日,又有消息传出风飞烈一副好事将近。 王菲现身机场心情大好,左手无名戒指抢镜。 九月五日,王菲现身机场心情大好,一头俐落的中短发和一身黑衣帅气洒布,即使戴着口罩,依然能够看出来,王菲的皮肤状态特别好,甚至可以撑得上吹弹可破,令人意外的是,一向一孤傲。 冷顿众人著称的天后一感高冷战,期间遇到粉丝也不忘耐心地停下来帮对方鲜明,还上演了一出摸头沙,霸道了又宠溺,格外随和缺心。 明明一身休闲装扮,依然是人群中一样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